刚才很遗憾 我看这五位董事长 没有一个选的天平 在制度的制度 也代表着公平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有关制度方面 我补充一句 我真的是提醒 不光是台上的几位嘉宾 是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你们千万千万要记住 你的公司一旦上市之后 就变成了公众公司 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公司 你们那帮兄弟的公司 而是社会的企业 所以你就记住这一点 你就对这个公司也好 投资者也好 对市场也好 才会真正树立起敬畏之心 两位老师刚刚讲的制度 没有上市以前 是没有人管我 我自己说了算 那么上市以后 我认为还是我自己说了算 有章程 有这个 但是我有三个独立董事 挺厉害的 霸足了 我是做 我开始做木墙 然后我想拿1.5个机 搞什么呢 95年 老师 就搞这个可降解的淀粉塑料 跨度非常大 我非常地有热情 也有钱 爆掉了 很痛苦 要是不上市 我有那么多钱 这是对我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上市的第一个理念 这就是制度的对你 约束 约束 刚刚讲到的这个制度 对上市公司的约束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一块 放大也好 我们董事会 这个我是奴隶薄冰 我觉得深圳证券局 就这块做得非常好 差不多每一年 深圳上市公司很多的 差不多有三四百家吧 A股的 全部组织董事长来学习 今年我们就学了 关于这个会计的 这个压门大学会计系的 我们真的学了一天 而且还要签到上午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严格的监管上市公司 对我们上市公司是有好处的